朱圆圆新版亲 首度携手亮相 非常近距离 娱乐圈最低调的明星夫妻 拍戏镜柔特殊要求 一两个男生 能改了就不能啊 我说这亲不好 你亲的时候想着圆圆 你不想 那讲的话还怎么亲 没法讲 不是因为我没想着 是因为那时候不是我了 那是谁啊 我演的是别人 大胆表白 新版亲曾使出最硬的 并杀绝技 让所有人知道 尤其是让男生知道 我给袁安行 谁都别跟我抢了 又是什么样审秘礼服 让朱圆圆至今骄傲不已 就走了他们宿舍 你们谁要啊 给你吧 人家还没找到 给你吧 模范夫妻小打小闹 怎样保持亲信通闹 看见电视了 我要给我说 别打电视 我一心 对我一想不能打电视 我没钱 现场上演 夫妻投诉大会 看出真理性如何评判 她跟电视互动 苦力我没干过 拿过 经常帮别的女演员拿东西 不给我拿气的我 她就老出卖我 你看 马上你这节目再做下去 我就在这站上风了 哎呦 怎么今天来一说 你全是你的好 别给我变成了 都是你在交易打听了吧 对啊 非常近距离 听朱远月 辛柏金夫妇 讲述他们18年爱情的幸福密码 非常近距离 招呼 您好 谢谢您好 两位第一次做我的节目 对吧 第一次 辛柏金刚才在策母条说 她要眼泪弯弯出来 说我终于来了 对啊 我打了一哈欠 然后呢 突然就眼泪弯弯了 对 哎呦 我就这样去吧 挺好 招呼很感动 我终于来了 关键你演技太好了 我不相信 我刚才在后台说 我说你们俩藏得够深的 连我都第一次知道 你们俩是夫妇 为什么要隐瞒这么长时间 不是我藏得深 主要是你这个消息 太不灵通了 对 太不关心我了 哎不光我不知道 你们之前知道吗 都以为他们俩单身了是吧 你这么问 他们肯定是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幸福密码 播的特别好 然后两个人演的又是夫妻 哎 想请教一下 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幸福题材这么多呀 我就最近看的 凡是特别热播的剧 都跟这俩字有关系 对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其实这个戏原来 原来不叫这个名字 原来叫四师不惑之 逼夫成龙 忘夫成龙 后来又改叫忘夫成龙 他们说这个不商业 然后就说要起一个就是能够有 哎 就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改成叫幸福密码了 这样的 还有那么长一串名字呢 圆圆 不管怎么样 很多人从幸福密码这个剧里面啊 就像照镜子一样 照到自己的很多的生活中的细节 我觉得圆圆跟辛百青 其实他们这对夫妻 无论是戏里戏外 都会有一些感想分享 我们欢迎他们 我对这个辛百青的路数不是很了解 问一下圆圆 她是属于哪种聊天行的人啊 是特能聊还是不能聊 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特别不能聊 她今天上来话已经很多 对啊 不是不能聊 是在某一个话题上可能特别能聊 但是在大多数时候就可能就比较晕 然后就目着 是吗 对 她注意力不容易集中 对 圆圆特能聊 特能讲段子 但是我聊的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你让我放开了 说我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所以不能乱说 是吧 然后那个百青聊的都是登大雅之堂的啊 也不是吧 她也不行 所以我们俩为什么就 哎呀 真是我们俩真是做 不太会做采访 真的 所以我们随着你 你让我们说什么 就说点 太好了 我要的就是 他们俩随着我啊 大家别客气啊 我是特别喜欢 幸福这个词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戏可能是能受到大家的欢迎 可能是我觉得人们恰恰在精神上需要一种这样的共鸣 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嗯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 它真的是这样 其实这个戏里边还是有点励志的成分的 我觉得 除了那个 说了两性关系 然后夫妻之间的这点 这点 这点小 小秘密 然后那个生活的一些小窍门以外 有窍门吗 我这么说 没有窍门 就是教你的怎么拐弥 其实还是挺积极健康的一个戏 对 这次演的是夫妇啊 怎么就把你们给说服了呢 这回 我们主动的 不是被说服的 原来是一直合作 但是就没演过夫妻 就这次是 我就看了这么一个大纲 然后呢 人家特别着急 跟我说说你明天要给答复 说你快点看 其实那天我已经很晚才回家 就12点才回家 然后我就开开电脑 打开邮箱我就看 看到半夜三点 我就把他给叫起来 半夜三点 半夜三点 把他弄起来以后 我就跟他讲 他说这戏找过 我都推了 你让我睡吧 我说别推啊 后来就这么着 就大概齐的吧 就这么着 就看了一个大纲 我们俩 就第二天就约那个制片人见面了 后来我们俩去一聊 人说 哎呀你们俩对这个剧本的理解 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就是我们想要的 这个戏的这个风格 然后当时就有人说愿意等 然后这事就定下 我们剧本都没看 哦 对然后就就正好 我们也演一把夫妻吧 原来他都演别人老婆 我这边上看着 心里也怪不是姿势 你也没剪着呀 演别人老婆 我虽然没剪着 对他也不舒服嘛 确实不舒服 确实不舒服 他身边的女孩都太漂亮了 在这拍戏的 是吗 姓百青 孙丽啊 哦对 是吧 对对对 什么董捷呀 对美女挺多的 但我觉得他们跟你不是一个风格的 对 对 你是搞怪型的 你看你多可爱 小虎眼长的 是 是吧 百青 哎呦 小虎眼就变成搞怪的了 我每次看朱元 我就觉得 就是那种古怪精灵型的 还是 我不知道 那个 你老婆在你心中也是古怪精灵型 我觉得他特逗了 是那种感觉的 对其实他是表里如一的一个人 他确实是 他生活当中也是那种很活泼的 然后很爱去逗你 然后老跟我说话 他觉得两个人过日子就得有沟通啊 你就得两个人就聊起来啊 老要说 老要说 就是爱说 爱说 他爱分享 爱把自己的 不管是心里有什么事 还是碰到什么事 还是看到别人有什么好玩的事 他都要跟我分享 真的 就是分享狂 我也是 你跟他狂分享 你是什么心态 是在意他 还是把他当垃圾桶 他也是 我觉得他还是在意 他愿意 在意 就是让我跟他互动 要不然他说两人过日子 你就跟个木头似的 有什么意思 你互动吗 我现在好多了 原来不行 原来就挺木的 回家就是 看电视 他特别喜欢看电视 看电视 他跟电视互动 他说 就是连 虚学讲座 你不用娶我 你娶一电视就行了 我说你上辈子 肯定是没看过电视 你为什么那么爱看电视 但是我看的都不是那种访谈的 就说话的 看得少 让你老公给受伤了 原因 真的 我看的是什么 看什么 讲座的 就是他说那种 连那个什么 函数的一些讲座 我都看 那时候很早 90年代有什么函数 我看马上一个老大爷 在上头讲 戴个眼镜 就教育 还用黑板 什么还写什么数学 方程式 你又看 你是不是因为看不懂 所以能够减压 能在那 有可能吧 我想可能是这种心理 而且他经常就是看电视开着 他可能也没看 反正 不爱看电视 我不太愿意看电视 他连自己演的戏他都不看 是吗 对 那你这幸福密码什么时候看的呢 我没看 因为看自己太别扭了 对 一个是看自己别扭 再一个什么 我觉得我演戏 我是愿意感受那个过程 我不太愿意看结果 我觉得就是我在演的过程当中 我演比方说特激情戏 在场的 无论是旁边的举杆的也好 摄影也好 他们跟着流泪 跟着笑 我就特满足 新百青的 我就不敢看自己演的 我觉得怎么那么假呀 我觉得这个人太二了 惨不忍睹 真的 是吧 那你就看看一本 你看 首先呢 大家都在看那个情景 我在盯他们俩 首先两个人叫如坐针毡 然后呢 到最后 其实有点进入了 对 我觉得演的真特好 是不是因为你们是夫妻 我就没觉得在演 就很多小的动作 也不是提前导演 然后都是有的时候 自己随意就发挥了 是这样吗 对 是 这个戏确实我们俩 就因为是夫妻 所以演的特别配合起来 特别 基本上所有的戏 全是现场即兴二度创作的 尤其我觉得最熟练的 就是接吻那场戏 真不是 就恰恰那场戏 他不好意思 其实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演员 我倒是有这个专业精神的 我说来亲吧 我说来亲吧 让人看他两口子 还在这使劲亲来亲去 他就有这个障碍 真的 你没看就亲了一下 他还在那 还这样 演示自己 演示 就不真实了 我跟别人 我也没拍过这样的戏 还真是 你是自己都给看掉了是吗 还是怎么样 我基本上就跟大家 他能改了就都改了 我说这心不好 我觉得你挺矛盾的 我觉得 其实我骨子里特传统 我挺传统的 夫妻演接吻戏 还挺尴尬 我觉得心白金 反而特别有专业精神 对 因为他前面 他跟别的女演员拍得多 所以他比较有亲密 对 我觉得你的确 你老婆这么多戏 她都没有跟别人拍过接吻戏 是人家争取不拍的 那你呢 你为什么就不去争取争取呢 我不是不去争取 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合适的 亲的那个时候 在那一瞬间 是合适的 那你亲的时候 想着圆圆了吗 不想 那想着她还怎么亲 无法想着她 真的不能想 不是因为我没想着你 是因为那时候不是我了 那是谁了 我演的是别人 一到这种事上 它全是跟艺术挂钩的 我觉得心白金啊 他其实是什么呀 他不是那种嘚嘚型的 就一直说一直说 但是他是那种 我觉得是特好捧人的 你不觉得吗 他溜溜来一句话 一直抬你 一直抬你 然后你就在那一直表演 一直表演 是不是这意思 有点 我觉得你到今天的表演 就是这么 都是他一直在这扇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准 我觉得就你看人特别准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演了这么多这样 家常里短的戏 很多人都觉得我演戏比较真 我比较放得开 就我能耍 我觉得这个跟他真的有直接的关系 他从来 你看我那时候跟梁万华 关系挺好的 然后他在前面走吧 我就能隔着特别远 我就跑跑跑 一下跳到他后背上 然后他就背着我一路走什么的 我们在一个剧组 他从来回家没说我一句 说你别跟男的这么闹啊 你别跟人家说话 其实我不说的原因是 让我自觉 就是不是 我跟别的女孩女演员闹的时候 你也别说我 我妈还不是想瞧你 我觉得你释放不出来 你闹不出他这样 不 你错了 他说的这个绝对是心里话 他绝对是心里话 因为我吧 是表里 我经常跟他说 你看我在家里是这样吗 我出去我也这样 我说你在家里不是这样 可是你出去变了 出去 哎呀 跟女孩可会聊了 然后我 所以我经常 没有 我经常在剧组 他们很多演员就是 哎呀 心满心可逗了 在我们剧组 我说他逗吗 他特别逗 我说他怎么逗 我说 哎呀 可好了 说给我们什么 特帮助我们 给我们拿东西什么的 哦 我说 拿东西没有吧 苦力我没干过 拿过 你记得那时候 在咱们一个剧组的时候 你经常帮别的女演员拿东西 不给我拿 气的 没有 我觉得刚刚你说的特别对 其实如果一个男人让你觉得可以做你自己 没有那么多阴暗面 我觉得这个男人是很棒的一个男人 其实有的时候女人就觉得做一些什么事情不敢做 怕自己老公吃醋 不是你的问题 是你老公没有让你觉得可以那么阳光的去做很多事情 哎呀 你说 对 真的 你真说过了 说到我心盘里了 来 我们看一个一组幸运数字啊 是他们夫妻的 我觉得有关系的一个幸福密码 一 五 二 十八 这是问我们的吗 对 这几个数在我们心目当中都代表了 哇 这几个数跟你们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一 跟你们的相识相恋到现在有关系 嗯 好了 我给你们宣布啊 一代表第一次恋爱 什么叫第一次恋爱啊 对 我们俩都是初恋 然后五代表结婚五年 对 二代表女儿两岁 十八代表牵手十八载啊 对 哇 牵手十八载 十八减五 等于你们是认识十三年之后结的婚 爱情长跑 所以你看不总结 自己是没感觉的啊 真的 一生只谈一次恋爱 有没有觉得亏的话 后来觉得有点亏 这不是就 亏 就演戏就猛弹嘛 对 其实我觉得弯路 你就是谈一次恋爱也会走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伤害你 谈了很多段 中间就会遇到有一些人 其实是 有意无意的会伤害你 我觉得确实李静体厉害了 他刚才说 他说特别怕受伤害 其实我双鱼座的人 他一下就点中我 这么多年 为什么死心塌地跟着他 确实怕受伤害 我是一个特别怕受伤害的人 其实看着外表挺强势 而性格很那个 其实内心是很脆弱的 特别在情感方面 所以我在大街上 看到任何一个点点滴滴的 我都 就泪窝子特浅 就是有时候 天气不好的时候 人家发那个小广告 在车那儿 我有时候都掉眼泪 在车上有时候 爱心泛滥的那种 对 就是这个心码特别脆弱 所以我觉得李静康总结得特别对 就是 就是怕受这个伤害 也没有安全感 对 就是一下找了这么一个人吧 就觉得 看着本质很好 人品很好 知根知底 对 然后长得又帅 对吧 关键是知根知底 就是知根知底 你了解你老婆吗 她刚才说的这些 我一直认为她是怕麻烦 原来是怕伤害 但是也没少伤害我 也没少伤害 确实是 就是有的时候 我这种人属于那种 生活当中 真是就是 挺不注重细节的 我挺不太会制造浪漫的 我就觉得 这俩人过日子 就这样 就这么过呗 反正一块 进一个家门 然后那个 有什么事 完了 说说 没什么事 就不用说 干嘛还非得 每天要 要 有那么多的 什么这事那事的 我跟你讲 我今天听你们俩说 就特想神了 就跟我跟我老公 一模一样 可是你说 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人 就要嫁 这么乏味的男人呢 因为这样才 互补嘛 而且家是 就形成一个家了 如果俩人都是那样 那不是家 但你想到 我们其实是 特别渴望互动的吗 牛人园里 那种互动多 全是 蹦蹦跳跳 去牛人园就行了 真可汗 他就这样 对 还说话挺验人的 你们认识的时候呢 刚才讲到初恋 认识的时候 他有意思吗 认识的时候 他不这样 所以我就特别 他认识 他在我们班 人园极好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种人适合做朋友 他不太适合 其实不太适合 做 做就以前 我觉得不太适合 做夫妻 他对朋友特别好 而且你回家 你捡了个头 你买了个新衣服吧 你不说 你在他前面晃 他不会发现的 然后你明明是 捡头了 他说 你这个 你今天 瘦了 胖了 反正就说 完全就是 我说 结果呢 情综成你傻子了 结果有一次 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就一帮人 一块吃饭 去了个女演员 是谁我忘了 然后他往那一坐 哎 你捡头发了 我当时坐在那吃那饭 我就马上就联想到 我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当时那顿饭吃 我就强颜欢笑 跟大家还聊 回头一上车 我就问他 哎 我说我怎么 各种变化 你都没看 你这好久不见的 演员 你这一见面 你就是那个什么 他说他确实变化很大 好久没见了 我就脱口而出了 觉得他头发变了 我说你对别人真关心 所以我说 他对朋友特别好 哎 你们俩是你搬第一对的吧 第一对 算是 不算第一对吧 但是是能持续 保持到现在的 唯一的一对 中细活化石吗 活化石 搬到唯一的一对 很多毕业了就分了 其实 对 我们俩没分 我觉得我起到了 决定性的作用 真的 嗯 我也是啊 我觉得 我不放弃 不抛弃不放弃 对 不抛弃不放弃 听起来两个人 其实 因为在学校那种恋爱 然后大学毕业以后 还是挺顺利的 这个感情还是挺顺利的 我们俩还是比较顺的 你同意他的时候顺利吗 顺 特别顺 也不太顺 我还弄得我 怎么不顺利呢 反正整天患得患失的 那时候可痛 就说了不就完了吗 说了 说了 他说 哎 现在 老师也不让谈恋爱 反正咱们走一步 看一步吧 他跟我说了这个 然后我 好吧 我也不能说 你就这么定了吧 那时候我也不是那种性格的人 然后 行 咱们走一步 看一步吧 是 确实是 那时候我就天天患得患失的 就真跟那个广告里演那个 他会不会来 他会来 他不会来 那个 一样 我们天天晚上躺在哪里 跟哪 跟哪 后来呢 就是 每天晚上我都想 哎呦 他今天 他怎么和巴黎 那个男生那么 笑得那么高兴 我跟他说话 他怎么不理我呢 天天患得患失 就这么一点小事 一点小破事 但是他没有表达过 他就自己较劲了 所以你看这问题就出在这 我并不知道 嗯 你就统一不就完了吗 你还 他没有跟我 他第一次说是喝醉了 在男生宿舍 后来也很认真的说过 就你们俩喝醉了 一群男生 都喝 人都喝多了 还有那个喝多的 特别那种 把我从宿舍拽到男生宿舍 质问我那种 好像跟鸭子 就站在他那个床跟前 听听心本心 说什么 听着我很喜欢猪眼 你喝多了 真喝多了吗 酒后土真言 借酒仨风嘛 肯定是有这一排阴的 那你说那种话 人家在那个时候 跟你说的 你还能等人醒了 你跟人说我和你好 然后他就再也不表达了 也不说他有自己 怎么 还得怎么表达呀 你说什么了那时候 醒了一样啊 就是我第二天醒了 我就是 我昨天说的都是真的 我确实是这么跟你说的 因为刚开始就不敢 就是这个借这个酒劲 就是把那个啊 说完以后 你有什么不敢的 你长得也挺帅的 然后对吧 有什么不敢的 他被拒绝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 看不出来对我有什么 他受过伤 他上高中的时候 约过一个女孩 约过一个女孩 在大桥底下 等了一下午 人家没来 本来答应他的 桥底下见 结果一下午没来 所以他可能受了点伤 怕再拒绝的 对 但幸亏没来 你的抽练属于的我 但是你最后 还是鼓足了 你去向他提出来了 是吧 对对 用了点小手段 什么手段 就喝酒嘛 着略的 你是送礼 他给我送礼 对 还有 还有辅助手段 送送礼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一年级跳高 我是我们学校的 跳高冠军 拿了冠军以后 发的洗衣粉 一袋洗衣粉 两块洗衣灶 相灶 一块相灶 然后我就 就走到他们宿舍 你们谁要啊 给你吧 人家还没表现 给你吧 就给他了 一袋洗衣粉拿下了 高兴吗 特别高兴 因为可能 女孩子可能 对这种男性 这种 这个时候的这种表现 好像可爱的 体育上的 对对对 因为我体育特别差 觉得你看多淳朴 一袋洗衣粉 两块相灶就搞定了 但是很幸福 对对很幸福 然后接下来 就是你跟他男生宿舍去说 你把衣服拿下来 我帮你洗的 我好像真没帮他洗过衣服 我帮他洗过衣服 宰库 就是女孩子那时候 也没洗衣机 我们那时候学校 也不让那个学生 带洗衣机 你帮他洗 然后全是在那个水池 然后拿一大刷子 把宰库铺平了 开着水 我刷 你不怕男生看见 就是要让男生看见 给女朋友洗衣服 当然了 然后所有人知道 尤其是让男生知道 我给袁岸洗的 谁都别跟我抢了 站地板 你瞧你都没给人洗过衣服 我怎么今天来一说 怎么全是你的好了 对呀 他是不是做过功课了 自己先想我对得怎么好 结果变成了 都是你在挑剔他 听了半天 对呀 你纵了千般道理 你根本说不过他 说不过他 你都在他身上 对 原来就是原来也吵架 吵着吵着我就觉得 怎么全是我的不对 自己都觉得 我去识错了 我不对 男生也就不吵了 一般都是这种 我善于总结 我能总结好几条 我说你看第一 你什么什么 第二你什么 我五条说完了 我说你说 是吧 咱家大家都是公平的 不是我说完了 你再说 他说你看我 我刚才还想的呢 你说完了我就全忘了 你压抑吗 曾经有过压抑的时候 曾经有 哪段时间最压抑 就是刚毕业那时候吧 因为那个时候 自己也没定性呢 还玩心特别重呢 每天就想着 跑出去玩 跟哥们一块 然后你说爱打游戏 沉迷于网络游戏 真没注意 那段你们关系会紧张吗 不紧张 就是猫龙老鼠 真的不紧张 就是打得其乐无穷的 我觉得你跟他打 并不伤到痛楚 并不伤害对方 因为没有一件事 是针锋相对的 他玩是错了吧 但他回来 他不跟你打 他跟你一起承认错误 一起剖析自己 也有伤害的时候 就自我伤害 最后我说不过他了 要发泄怎么办 要砸东西 我唯一的一次 在家里要砸东西 然后呢 我剑什么砸什么 拿那个 那种大的那种 凉杯玻璃杯 就往墙上钻 然后看见电视了 我要过去 别砸电视 我一声 对 我一想 不能砸电视 那时候也没钱 你跑不定买 要买的 太贫了 你们俩 真的 真是 这真不是段子 真是这样 这还不哭呢 我一看我砸电视 一拳 你真喊了 真喊 一拳 锤在门上 把门砸一窟窿 那么大劲呢你 但是就那么 就那么没有控制的时候 我还知道 不能砸电视 节目组在后台 分别安排二人 展开默契问答 相识18年的爱人 能否说出 他们积攒多年的怨言 节目现场又将揭晓 怎样诚意所思的答案 赶快到现场看一下吧 最无法忍受对方的是什么 最欣赏的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无法忍受对方的 新百经写的是唠叨 圆圆写的是 说我唠叨不浪漫 因为当时做这个题的时候吧 是把他的挡起来了 让我写 我当时我就想了 他一定说的是我唠叨 所以我就说 我最不能忍受的是 他说我唠叨他 是这样的 然后他还说我不浪漫 是 对 唠叨 要投诉一下是吧 就是 他就是 太能说了 因为他 他一件事 他能给你找出十个理由 不是我关键是 我就用一句词来说 我这个人就有时候容易痛打落水狗 对 就他知道那个什么 这个问题他错了吧 但是我还要 不依不饶 就跟你还要再继续说下去 让你深刻意识到这 最后给说极了 是吧 说极了 我就这样 所以德饶人出 妾饶人送给你 是 所以现在 好不好 好 不浪漫 你觉得新百青 他是不浪漫 是不浪漫 希望今后 怎么浪漫 你就说一下 其实你渴望的是哪种浪漫 是东西 就是意外的惊喜呢 还是有一些小话的浪漫呢 我觉得是意外的惊喜 他对我的要求 其实也跟我说明了 他就对我的要求就是 你能不能给我带出点惊喜来 你今天回家 变阿从后边拿出一束花来 行不行 我说多假呀 然后 我一道不是 意外宽建 确实那时候 他玩网吧 那时候我受的伤害有点多 其实他这个人 还算可以做的 但是他那时候 受的伤害很深 我们那时候 在天通院住的时候 大学刚毕业 第一套房子天通院的 然后六楼 没没电梯 然后我拍戏回来了 给打个电话 说我到家了 我说你快给我开门吧 然后呢 我当时第一想象是 这个人得赢下来 帮你拿东西什么的吧 然后这一路就拎着箱子 往上上 就没见着人 然后马上就开始推翻自己 再想象一个 就说那一定是在屋里 给你一个惊喜 对不对 或者给你一个 哎呀拥抱 你毕竟出去拍戏 这么长时间 我怎么觉得 我跟你思路那么像呢 结果我一进了客厅 看他做看电视呢 他人的身体 是成这种状态 门是对着那 看着电视说 哎你回来了 那好了 马上这个球就要进了 我看 他是这种状态 你知道我当时那个心 哇 就一下子就 瓦凉瓦凉的了 一下就瓦凉了 回来的太不是时候了 正精彩的 你看马上 你这节目再做下去 我就跟着站上风了 他马上就要露马脚了 现在 现在不会了吧 现在 我现在要演也要演出来 哎呦 我就觉得真的 像啊 一个男人的缺点 原来在那么多家里面 原来有句话说 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现在我就说 浪漫的家庭是一样的 不浪漫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浪漫啊 因为有了这些东西 最欣赏对方的 你看 他不喜欢圆圆唠叨 但是他喜欢的还是唠叨 双子座吗 他毛就 是 不是 就是 他很分裂 现在他不唠叨了 一有孩子 他不唠叨了 我挺怀念他唠叨的 有点不被重视了啊 真是 而且他那种唠叨吧 就是 我能知道 他是现在能体会得到 当初那种唠叨 是全身心的 他没有自我了 他眼里全是我 现在其实特怀念啊 对 然后你最欣赏 他就是阳光单纯诚实 对 他就是特别诚实 这一点我觉得 在很多男人身上 我都没 干了坏事也说 对 他干了坏事 他都说 那你听了他的生气 对 但是他也说 所以我就有时候反过来想 虽然是生气 但是好在他是诚实 他没有骗你 而且有时候经常还说 你不要撒谎 咱俩这口径都对不上 有时候跟朋友说的什么 我这说完了以后 人家一问他 他不是啊 什么什么 他就老出卖我 所以他说你不要老那个什么 他言多必失 他肯定不爱撒谎 因为他挺懒的 对 其实撒谎的人 对 对 是心 是懒得撒不了谎 对 综上所述 我觉得该唠叨还要唠叨 然后呢 该浪漫还要浪漫 好吗 好 我努力的是浪漫 这个开始逐渐学着浪漫的 新好男人 新百姓 真正的成熟和浪漫 是在女儿出生之后 二人世界变成三口之家 让他从男孩迅速成长到男人 最大的改变就是因为 有了小孩 是吧 有了孩子以后 他确实变了 我完全变了 什么时候变的 有了孩子的 就怀孕吧 差不多 他一怀孕我就变了 我还是那句话 就后知后觉 其实他对生活 没有感知的时候 没有一个具象的 一个感知的时候 他是木讷的 我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 老是自己的这个世界 老是自己的世界 结果他肚子一大 我就说 哎呀 我是这样 这个他肚子里 这个将来就是 要跟我一辈子的 是我的骨肉 那他也是我的骨肉了 才反应过来 对 然后就是 我以后 我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我都是给他的 给他肚子里 那个小家伙的 我就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然后就 就开始变了 那时候他反应的 挺挺大的 不好好吃东西 就是一吃就恶心吗 三个月的时候 三个多月的时候 我吐了将近五个月 哎呦 好惨啊 然后我那时候 自己也胖了 为什么胖 就是我要表演 这个饭很好吃 我在家里 他就 他吃饭的时候 我一定会陪他吃饭 而且一定比他 吃的多的多 然后他在旁边看 他说我不想吃 我说那 我真吃了啊 我全吃了啊 哇 其实已经吃饱了 但是还得吃 然后他 真那么好吃啊 让我吃一点吧 你吃 你觉得还行啊 然后他就 他也能自然而然的 吃一点 我就以这种 这种 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现身 来带动他 这种现身是挺好的 而且我怀孕的时候 就愿意出门 就反正不愿意 在家待着 他就拿着水壶 拿着水果 然后就把什么 李乃文等人 就弄在一块 就陪我打扑克 他原来那么爱玩的人 他就在旁边 给我削苹果 我就跟他们打扑克 打累了 吃水果 吃水果 吃完了以后 接着打 就在外头边玩 这帮朋友 有没有说 你变了一个人了 把他们恶心坏了 他们说 没想到跟做小品似的 我们上大学 做小品 猜叫 就拎着水果 他说秦宰 你这不是演戏 演得太过了 那生的时候 你在产房 还是产房外 我没进去 我不敢进去 我在产房外 在产房外等着 什么表情 跳舞还是唱歌呢 没有 就为什么彻底赏了 然后当时那个家里 两家的人都在 好多人在 然后站不住了 我在那哆嗦了 天啊 就控制不住自己 难受 我又是一个特别不想 让别人看见我 情绪激动的 后来我就跟我小姑说 小姑 我说不行了 我得先进那个病房 待着 就进他那个 就是住院那个病房 就在那个屋里 我就自己进去了 在那坐着等 然后在那哭了一把 哭完了以后 就在那装的没事一样 等 等 然后先是小孩送进来了 一个特别小 就这么大 一个小推车 一个小框 就给推进来了 然后一眼看见 那个说不上来 那种 被催款了吧 完全的融化了 反正看到孩子那一瞬间啊 我觉得颠覆了 没错 我觉得我太牛了 我能伸出一小人出来啊 就觉得自己太牛了 你知道 其实现在想想满大街人 都伸出小人出来了 但原来你发现没有 你觉得自己 什么颁奖啊 拿什么什么 演一大片 不算是 不扭 胯 肚里穿一人 胯 手指道 说话 对 觉得自己 牛 对 感觉 没错 而且我就那个孩子 一拎出来 人家给你看 说这女孩啊 然后浑身白白的 就那个胎脂嘛 是吧 浑身白白 然后我就开始哭啊 就一直哭 后来那个 那大夫就说 朱元你不能再哭了 你哭都没法给你缝了 都缝不上了 激动的眼泪吧 我不知道 哭得都抽了 这肚子浑身都抖 你们家孩子出来 你没哭上去就哭吧 没有 我就之前没人的时候 咬着毛巾 然后等人都在的时候 我就正常了 而且抱小孩 抱小孩 那个护士交了一次 说你一定要 拖着他的头 然后把他的那个头和脖子 和后背放在你的臂弯里 然后这只手要拖着屁股和腰 就交了一次 我就直接上手 唰就抱起来了 而且连鱿鱼都不带油 超级奶爸 就是也是本能 看他在那吐泡泡的小嘴 在那 在那吐 吐泡泡 在那吐舌头 然后 他来到这个人世间 第一口神 是我给他喂的 你也没奶 你怎么喂 这小孩刚出来 不能马上喝妈妈的奶 妈妈那个奶 还没出来呢 而且他出来也是特粘稠的 他也吃不了 那喝谁呢 他第一口是那个生理盐水 宝贝两岁半了是吧 两岁半了 两岁半还不会太顶嘴的吧 顶嘴 啊 你们家孩子过早就开始了 说话特别早 嘴特别巧 现在说什么了 说的多了 什么都说 然后他 而且他特有主见 然后那有一次是 他舅舅问我女儿 说白白你过来看 爸爸妈妈妈 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时候我们演四十同堂 然后我梳一背头 穿着那个长衫 亮绸的 他也穿着那种 小鱼儿个儿的旗袍 然后他就看了一眼 说爸爸妈妈 我问你 爸爸妈妈 为什么这上面穿的衣服 和平时那个穿的衣服不一样 问他 他就看 他们穿的是睡衣 哈哈哈哈 太好玩了 然后他就就 什么 什么睡衣 你好好看看 这是睡衣吗 怎么会是睡衣呢 你好好看看 这怎么是睡衣呢 然后他就特别愤怒 我看着他舅舅 睡觉的衣服 就是睡衣 我说走了 急了 我给你讲 小孩特别有意思 那个话啊 是 新一代的朱元人出来了 哈哈哈 这个我也想他 是 是 在家里想我 出去想他 嗯 出去 就窝里横 出去以后 就老人那个 特警惕观察 特警惕观察 这好像这么大 正好玩的事 对 真好 我觉得两个人 很不容易走到这一天 然后 小宝贝在最合适的时候 出生了 然后 现在有了孩子 就不会担心 生活无趣了 因为每天都有变化 一场近距离 然后我们 迎加进海 送你们给小小的东西 看的是什么 因为两个人结婚没办 是吧 然后也没有什么 哎呦 我们把那个两个人 哎 剧照 对 我们把剧照 婚纱照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就是幸福密码当中的 婚纱照 对 特别 刚才照了 谢谢 送给你们来 谢谢 希望你们两个人幸福 希望保持健康成长 谢谢 拍张照片 谢谢